菲律宾野心勃勃 频繁在南海对我挑衅 其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一段时间以来 菲律宾在南海地区屡屡声势 不断在我南沙群岛 人矮雕海域 勤权挑衅 并且持续散布虚假信息 抹黑中国 美国等域外国家 不仅耸恿支持菲律宾挑衅行为 喊颠倒黑白 对中国横甲指责 极力升高地区紧张局势 菲律宾仪仗 域外力量支持 如是中方的善意和克制 一再挑衅中方的原则和底线 对地区的和平稳定 繁荣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特别是 8月19号凌晨 菲律宾两艘海警船 未经允许 无视中方的严正警告 非法闯入 我国南沙群岛 鲜滨礁附近海域 故意冲撞 我方正在执行 维权执法任务的海警舰艇 严重 侵犯我国主权 那么 作为一个芝麻小国 如此胆大妄为的挑衅闹事 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 美国的强力支持 一方面 是特殊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 菲律宾就是美国的殖民地 自1898年 美国西班牙战争后 菲律宾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美国通过各种手段 开始对菲律宾进行船方位塑造 虽然二战后 菲律宾独立建国 但在经济 政治 军事 外交 等多方面 菲律宾能就严重依赖美国 地面后来成为独立国家 但菲律宾并未完全摆脱殖民地思维 能来忠实跟从美国 尤其在面对美国施加的压力和诱惑时 菲律宾几乎是无法抗拒 因此 他们不仅允许美国在其领土内 扩建军事基地 并且 他们更是为美国的南海政策服务 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 牵制中国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 美国不仅怂恿支持菲律宾 在仁爱雕挑衅到事 还派出飞机军舰配合支持菲律宾 并且 他多次在菲律宾的挑衅行为被中方现场处置后 对中方妄加指责 甚至 还动着以旅行美飞共同防疫条约来威胁中方 其次 美国的战略需要 在美国看来 南海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具争议性的地区 对于美国来说 只有挑起中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才能有借口直接借助南海 叠菲律宾之手 叠南海搅混 以色列实现 他们重返亚太 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 叠至目前 在菲律宾总统 马克思执政期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两次对菲律宾进行访问 表面上 是为了强调 美菲之间牢不可怕的友谊 但实质上 美国正在主导南海议题 利用他们对菲律宾的影响力 来进一步引发中非之间的争端冲突 以便美国更全面 更充分地介入南海事务 这充分证明 美国正在利用菲律宾 来预图达到 围堵遏制中国发展崛起的目的 第三 转嫁国内矛盾危机 目前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与前任总统杜特尔特家族之间 出现危机 两个曾经的政治同盟正式决定 他们在执政理念上 特别是对外政策方面 或者说对美对华关系上 而矫点呢 就在南海 现在 菲律宾在我南海地区频繁挑衅 主要目的 就是想借机挽回一些国内民众 对马克思总统执政的负面影响 同时 借助美国等预外势力 扩大提升菲律宾的国际影响 未来的南海局势 需要的是更多的合作与理解 而非对抗与争斗 倘若菲律宾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继续按照美国的意志形式 一意不形 最终 他们必将会付出沉重惨痛的代价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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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